8月20日 福布斯中文榜公布了 2021中国名人榜的名单 在前十名中 基本上都是娱乐圈人物 只有两个运动员登榜 这两位分别是 女卓的运动员王霜 以及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 古爱玲 在看到王霜荣登福布斯后 不少人表示 中国女卓的教练贾秀全 又该烦心了 那么这句话有何深意 此前的东京奥运会附加赛场 王霜凭借一己之力 将中国女卓 从淘汰赛边缘拉回来 更是帮助中国女卓夺得了 晋级东京奥运会正赛的 一个入场卷 自此之后 王霜的人气 以及知名度 都在不断地上升 正是因为初次的表现 让她荣登福布斯王 福布斯是这样介绍王霜的 4月 在奥运会女卓预选赛 附加赛中 王霜进射破门成功反超比分 更是使中国女卓 在比分上 以4比3成功战胜韩国女卓 同时也成功获得 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卷 95号小将 王霜因此出圈 在东京奥运会正赛期间 虽然中国女卓 在三场比赛中 丢了17个球 但是王霜参与球队后 就有6次进球 可见王霜 还是十分有实力的 对于王霜登上 福布斯这件事 为何会说 贾知道要烦心了 是因为此前 贾秀全曾在采访中说过 我需要的是一支球队 不需要某一个球星 从这些不难看出 贾秀全对于明星球员 是比较低处的 此前就传出过 贾秀全和王霜两人 发生过矛盾 之后更是被爆出 与唐嘉丽不合 至于原因 想必我们都清楚 如今有传闻 中国女卓既要换主帅 贾秀全已经没有 续约的可能 那么这件事 究竟是真是假呢 按照时间推算的话 其实现在中国女卓 应该已经解除隔离了 随着解除隔离后 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团 都将投身于 正常的工作当中去 毕竟 现在距离巴黎奥运会 也只有三年的时间 在这三年时间中 中国女卓将如何安排比赛 又如何进行备战 这些都需要尽快定下来 当然 除了这些之外 球迷们更加关心的 还是贾秀全的事情 网上有不少人都在讨论 贾秀全什么时候下课 近期 有关于水庆霞将要接替贾秀全 成为中国女卓教练一事 传达沸沸扬扬的 在奥运会女卓的首场比赛中 中国队就大比分输球 在面对小组赛中 实力最差的赞比亚 原本中国队可以翻身 然而在贾秀全的指导下 中国女卓比分 逐渐被赞比亚追平 赛后不少球迷都在表示 贾秀全不适合当教练 甚至还有不少足球界的 知名主持人都在表示 质秀全的指教能力 一场比赛下来 中国女卓的控球率在50% 中国队的球员们 在进攻次数上 是不亚于赞比亚女卓的 然而中国女卓的射门次数 却要远远少于赞比亚女卓 从赛后的数据能够看出 中国女卓要比赞比亚差劲 在赛场上打得混乱不说 全场还很少有耐心的配合 不仅如此 赛后不少球迷 对于此次比赛的选人 有很大的质疑 就连赞比亚的主力球员都表示 中国女卓的姑娘被耽误了 尤其是网上 除了贾秀全卸任这件事之外 还有就是不少人希望 水庆侠能够接任 中国女卓教练一职 那么问题来了 贾秀全真的会下课吗 又是为什么会认为 水庆侠会更适合教练一职的呢 根据记者从足协方面 了解到的情况来看 贾秀全在完成格力之后 是需要向足协递交一份数值报告的 报告里面需要详细的去述 此次奥运会的比赛情况 在交由主管领导审愿之后 与贾秀全教练进行交流 还有就是足协的一个选率流程了 他们需要开会来确定新率的一个基本条件 就比如他们是会选择是用国率还是洋率 在决定好之后 在公开选率的条件 通过层层的考核以及沟通之后 才能够确定下来最终的一个新率人选 不仅如此 在确定好之后 还要和上级的部门报告 对于整个选事的过程 以及选人方面的细节和条件 都需要叙述清楚 层层把关之后 才能够确定好最终的主率人选 而球迷们之所以说水庆侠是和教练一职 是因为水庆侠是中国女族的一个元老成员 她和孙文是同一个时代的 再者就是孙文和水庆侠是并肩作战多年的好友 孙文现在已经从上海族协调到了中国族协高层 所以一定会力挺自己的好友 还有就是水庆侠退役之后 也做过十几年的教练 而且大大小小的奖项也赢了不少 就说上一届的全运会吧 她带领了队伍就夺得了冠军 综合以上的情况来看 水庆侠担任中国女族教练一职 可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任何 如果她能够带队夺得全运会冠军的话 那么将会为她担任中国女族教练天砖将往 不知道对于此事你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这里是体育观察员 带你了解运动员背后的那些事 想要了解哪个运动员的话 那就私信小鱼吧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得 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